你不玩我是吧 不是 这啥情况 这干啥 我都自信了 再过两天 你别着急 你坐坐坐坐坐 不着急 我再也不着急 那大楼都装修完了 我正正琢磨跟你说说这事 你知道 我也不是让人给晃晃点了吗 说翻脸就翻脸了 孩子不是别人钱比咱们给的多吗 你干吗 我告诉你啊大楼 你嘴里面没句实话 人家是招标拿到的工程 到现在老子连个标说的毛都没见着 全凭你一张嘴再说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我也没偏让你信不信我 你不愿意信我吗 真是 你打人 算人吗 你说的是人话吗 十几年前你还没混出来的时候 老子但凡有一块馒头都分你一半 你自己戳戳心窝的问问自己 没有我皮打风能用你今天吗 个网上负义东西 你哪有当猴耍的 老皮 你养家猴猴挣钱 我 我也一样是吧 你说我动点脑子挣点钱怎么了 说明我志士山高啊 有本事你也去骗的 你自己看看 这是你欠我的账 老子前前后后 连上被你骗取办资质的五十万 一共也就差不多八十几万的本金吧 利息我零零四十还了不少 这怎么还不到俩月 这账上怎么又多了两百万 你这两百万哪来的 哪来的 哪来的 我能多赌多少呢 你钱吗 是不是啊 你看啊 免息日 免 免息了吧 是不是没算钱 我告诉你 你看 我是一个有操守的高利贷 你知道吗 操守 你废的往里操 不不不 别着急别着急 你不一定要还我钱 什么意思 你让我卖身啊 对 你卖身给我呀 我咋 别别别 我跟你说 跟你说 老费老费 我我我啥意思 就是你给我无薪打工 三十年就还完了 我给你打工啊 你活气啊 你做梦去呗 不是 我皮大松这辈子也不会给你打工啊 你不给我打工还钱呢 是不是 欠债还钱 打到法院我都不怕 我这开玩笑 还钱呢 欠借借借借借借 刀 赵强你我听清楚了 我皮大松一共欠你八十五万元元币 啊 听清楚了 嗯 还是按我们说好的 年利百分之十五几十 没有福利 听清楚了 没有福利 嗯嗯嗯嗯 刀刀 钱我一分钱也都不如烧你 其他你想都别想 给我打 我告诉你 老子不怕死 你做人给我厚道了 啊 一年之内连本电力 老子把债还给你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咱就弄个鱼丝网破 老子也不怕的 哼 我就不信你不怕你家小明死 二年之一 哎 二年之一 你这脸怎么了 没事 那不小心摔倒了 蹭树上 那我去得给你买点药啊 不不不 我找个东西敷一下就行 放心那你坐 来来来 慢点啊 还疼吗 没事 大强怎么说呀 那公司后来还挺硬 生把活给抢走了 给抢啊 他们怎么那么不讲信誉啊 你别激动 别激动 没事 反正资质下来了 活有的是 两千万没有 这一千万好几个呢 你老公是 南城装修一哥 我跟你讲 我真要拉下架子 找我的人家得 排着队的 还从这拐带弯弯的 你信不信 不 这有什么吃的吗 跑了半天肚子饿死了 我一会儿给你坐啊 大聪 我以前就跟你说过 我不指望你给我赚多少钱 我只希望你能够高高兴兴 平平安安就行了 现在楼没了也就没了 咱成至现在这个时间样了 好好休息休息 调整调整 行行行 没事 你放心 那我去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西红柿 炒菜花 那好好好 那个加点那个 别胡椒 这衣服 行 行 行 别碰了 行 行 大姐 你怎么今天就回来了 所里有个会 必须让我回来参加 一大早赶上长途车就回来了 这个 拿着 这什么呀 老乡硬塞给我的山货 我要是不拿的话 就跟我急了 我又不懂怎么处理 肯定是给你 给你送过来了 走了啊 你这就走啊 你吃饭了没有啊 吃了 那你慢点 果果 你回来 回来 回来 你什么时候在回山里啊 明天晚上啊 那 那你今天晚上干什么 干吗 我请你吃饭 我给你做好吃的 那看我时间吧 你还挺大牌啊 大牌都是要预约档期的 懂吗 好 那我就约你的档期了啊 今天晚上必须来 听见没有 我说真的呢 我做好了等你 赵总啊 我是冯大米 您好 您好 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 好不好 当然很优秀了 要不然我怎么可能 跟你张嘴呢 对对对 先见个面嘛 好的 好的 拜拜 拜拜 喂 果果 果果 我跟你说啊 我在你楼下呢 你听我说 工作呢 那那那那你一会儿下班赶紧下来 你跟我走 有事儿 我工作完了单位还有活动呢 挂了啊 喂 喂 你 还听我把话说完呢 我还听我说完呢 毛毛啊 我跟你说啊 那个 一会儿大概到五点的时候啊 你给果果打一个电话 你就说我生病了 特别严重 让他赶紧过来看看我 好吧 我现在有点事儿 到五点钟钟我会回来的 挂了啊 拜拜 你帮你给我回来的 哎 你帮你拿吧 不用不用不用 大咪姐 来来来 毛毛 来来来 我来 哎 我帮你拿吧 没事吧 没事 哎 对了 我给果果打电话了 嗯 他说他知道了 他问问问我怎么样 什么都没问 哇 铁石心肠啊他 你赶紧再给他打个电话 你就说 我真的快不行了 要见他最后一面呢 大咪姐 怎么了 我们老家有说法 自己不能这么说自己 太不吉利了 是啊 呸呸呸 就这一次 好吧 来来来 给我吧 好 快去 好 好 听说最近又拍新电视剧了 汪先生 您那本新书最近销量很好 黄医生 最近很忙是吧 是 对 张先生 很好啊 张先生 幸福 幸福啊 好 很高兴 请请请请 来来来 请坐 来 到这儿吧 咱们姐 哎 这菜都上齐了 女主角什么时候到啊 这姑娘啊 她们今天单位开联谊会 可能得晚一点 大家先吃着喝着 不用干等就好 冯老板真是热情啊 是啊 你看 不仅组织大伙集体相亲 还管饭 谢谢啊 冯老板 平常你们都这么照顾我 到我的店里来吃饭 今天呢 我也借这个机会 好好请请大家 好吧 你们先吃 先吃 好 来 来来来 诸葛 电话我刚打过了 果果说 她还在跟同事吃饭 可能来不了了 好 好 黄老板 是他吗 是是是 是他 这就是他 你怎么拿的啊 你唱得太好了啊 美女 我姓张 很高兴认识你 我的名片 你好 我姓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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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美丽 美丽 干嘛呢 干嘛呢 群众演员来制造人气是吧 演白雪公主有七个小矮人啊 真坐坐 我咋就那么想吐呢 姑娘 你想吐慢慢吐啊 来来来 我们这边来 我们这边来啊 你这衣服我怎么没见过 以后你要多穿这样的衣服 知不知道 不要喇喇喇喇喇的 大姐 咋了 给你妹整一帮妖魔鬼怪啊 我就知道你是装病骗我 你看看他们 哪一个不比张志同强 你那个眼睛不要老盯着张志同 你看看他们 个个年轻有为 高大铁面 又有学识又有文化 还懂得欣赏你 果果 看到了没有 只要你愿意伸出手 马上就有人带你去幸福的彼岸 是吧 退下去 让朕看一看 各位小主 辛苦啊 别点头啊 这 你们了解我吗 你们别觉得我这样子长得还凑合 刚才又喷了几句英文 你们就能猜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来相亲是吧 那行 咱们就谈谈条件 不符合条件的就自动转身 别浪费彼此的时间啊 哈喽 来个人 我说中文你听得懂吗 听不懂也这样 我吧 就挺俗的 大致的条件是这样啊 资产亿万以下的 不谈 太穷的 不谈 学历太高的不谈 太低的呢也不谈 没有共同语言 像您长得那么帅的 不谈 这我惦记着的别人也惦记 这文管是男的是女的 但像您长得那么壮了 也没法谈 这万一呢 以后咱俩吵架 我打不过你啊 你们后面几个差不多跟我同岁啊 没法谈 幼稚 我什么事都得让着你们 那我可不干 但像您这种 过于成熟 大叔级别的 也不适合我 您看这 过两年我风华这帽呢 我让您陪孩子踢足球 您这类的直喘 这不太合适啊 哈喽 外国人 外国人不谈 我们有不同的文化 你知道吗 当然 好的 外地人更没有办法谈 我也是个外地人 俩外地人 在北京奋斗 这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对不对 翘晴 您看看 种不种 你你你 各位各位各位 不是这样啊 不是这样 她今天跟我生气呢 她不知道我把你们带来了 所以别介意啊 别介意 对对对 她平时啊脾气不这样 现在算好的 哥 其实今天这个事情啊 说来说去还是怪我 对 是我没安排好 真的对不起怪我 走走走 走吧 别别走啊 正安排得还不好啊 唱歌的强项 全让人看了个正着啊 可惜自己命见 还是没人要的命 其实你们要是能够对她多了解一些 你们会发现果果这个人 其实真的蛮好的 她刚才说的那些话 都不是真心话 都不是的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我告诉你们 冯果果这人啊 是我们所公认的影后 你们要想多了解她呀 可以问我 我是她室友 可以帮你们擦亮眼睛啊 你 怎么着 你还想打我不成 我告诉你 这是我的地盘 我的主场 我只要喊一声 你就会像这老鼠一样 被他们赶出酒店 还有你那个影后妹妹 会成为我们所经久不衰的笑柄 小姑娘 你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跟我说的 来来来 看看哪一个了 告诉姐姐 我是果果的姐姐 也可以做你的姐姐 小姑娘看着怪可怜的 老大不小的咯 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饥渴一点是正常的 可以理解 罪毒妇人嘴 说的就是你 罪毒妇人嘴 我有你毒啊 人哪 别找了 我让司机送我回山里了 明天一早 还有两个滚鸡鸡鸡的醋 得送 我的事情你就别管了 下次编不行的这种瞎话 记得让爸爸和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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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要不要 你还会带 的责任啊 爹 我对 快点 但是 公正头 你ические 是记者 这样做什么 嗯 怎么了 嗯 屋里的 来来来 老周 我还没问过你 你的家庭状况 怎么说 我父母双全 单身 因为我妻子 三年前一般去世了 没孩子 怎么了 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 行啊 三十岁 一米六五 硕士研究生毕业 现在是研究员 性格开朗 能歌善舞 气质颇佳 是我小妹妹 你这么急着把你妹妹嫁出去了 三十了 能不急吗 那你妹条件挺优秀啊 对啊 怎么样 没 没解得好 我觉得也是啊 我今天啊 要不是车线号 还真不好意思麻烦你 我要不是急着见风果果 我才不愿出这趟车呢 对了 我好像在你车上见过你另外一个妹妹的照片 对 那是小米 果果是我小妹妹 大米 小米 果果为什么不叫玉米和糯米什么呢 回家问问我爸去 冯师傅三个女儿啊 就是一大两三 还有个弟弟 小弟弟 叫豆子 你家四个 那肯定冯师傅最疼爱豆子 有点偏心眼 不过还好 好 哎呀 好 老湘 我想问一下那个 那个冯果果在哪儿啊 等等 谢谢啊 谢谢你啊 谢谢 这就是果果 他平常不这样 他平常挺干净 挺整洁 挺漂亮的 他这个 果果 果果 大姐 咋又来了呢 看看你啊 还带人来啊 咋子 别拍了 就这样吧 周先生 认识啊 爸爸上次厨师大赛嘛 对对对对 你好 你好 我先干活了啊 行了 这么冷的天 没有壮劳力啊 让你干这么重的活 你一个大男人 开与女人干活 还挺好意思站着呢 行行行 我来我来 行了老周你起来 别跟他一起疯 没事没事 什么叫跟着我一起疯啊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 为首都人民的菜篮子工程服务啊 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挖这个到底想干什么 前段时间有个民间组织采样说 北京周边地区的土地污染严重 土地丧失了自我修复能力 我们是权威机构啊 那必须亲自考察 拿出一系列准确的数字 省得老百姓 这人心惶惶了嘛 是吧 你会不会干活啊 一看就不像干活的样子 穿那么漂亮还刨地呢 这我没思想准备吧 别溅脸上了啊 来 来 来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好爽啊 给我吧 谢谢周先生 姐 我放下东西 你们俩先洗手啊 好 她 她拉她 我去我去 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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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撒了 这么脏的水去换了去 你们走开 干嘛洗手啊 姐 你听我说 脏水不脏手 你都不知道 水是我们这儿最珍贵的东西 能有喝的水就不容易了 还有水洗手是件多幸福的事情 你知道吧 你今天凑合一下啊 我神给你们两个人洗的 真的 你回家过好日子去 好吗 呦 那 那我先来 这儿 毛巾 呀 你手怎么了 刚才扎的可能 有酒精吗 等等 家里只有紫药水 先凑合一下 你忍一忍啊 没事 没那么娇气 再忍一忍啊 再忍一忍啊 忍一忍啊 好点没 好多了 谢谢啊 谢谢你们啊 今天帮我干活 中午这顿饭我请了 你能请我们吃什么好东西啊 有机蔬菜啊 我们这儿遍地都是有机蔬菜 你们城里是没有的 冯小姐 是 来来来 坐坐坐 来 擦坐 来 来吧 我来 别客气 来来来 三小姐 给你炖了一只老母鸡 补补身体 感谢 冯总 来 周总 功临韩盛 三口三口 坐坐坐坐 这都是农家菜 我真的能用啊 来来来 今天谢谢你啊 周总 应该说谢谢的是我 应该是我说谢谢 让你今天搭时间搭汽油 还搭了一身臭汗 我谢谢你 谢谢你把你妹妹介绍给我了 周总 你 你是 我是冯读子 这 这是我姐 冯厨神是我爸 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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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 我是从事房地产相关工作的 如果你需要 换房 装修 保洁家政 我可以为您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周总 你这种成功人士啊 就是我们主流客户群体 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和经验 您只要给我们一分的信任 我们就还您十分的完美 不是 姐 快快快 那个什么名片 对不起啊 周总 这就是我没教育好的弟弟 再见啊 哎呀 姐 她 哎呀 姐 你干嘛呀 哎呀 周总 留我一电话 我的电话号码是 一三五三三 周总 周总 再见啊 再见 三七三 姐 你干嘛呀 这么多人呢 哎呀 姐 你放手放手放手 不是 坐下 不是 姐 你怎么能当着一个 开那样的车穿那样的衣服 做那么大生意的男人面前 这么对我呢 你太野蛮了吧 是啊 我真是太野蛮了 我不应该拧你耳朵 我应该直接拿鞋臭米 看看看看 又来了吧 你把我的那些潜在的大客户 都给我搅和黄了 你还这么对我 少跟我说你那些大客户啊 我去工商局查过了 你完全是非法经营 你就是典型的黑中介 你再让我听见你有什么客户 我马上再举报你去 还有啊 那房子我已经退了 违约金从你钱包里的钱拿的 不够我还给你垫了两千 赚了钱连饭钱一起还给我啊 姐 你是不是我亲姐呀 你把我饭碗都给砸了 我拿什么赚钱呀 拿什么钱还你啊 如果你要是愿意学烹饪的话呢 这个账倒是可以一笔勾销 不是 姐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我是那种可以为了钱而出卖自尊的人吗 呸 你有自尊吗你 还跟我说自尊 你爱学不学 还有我得提醒你啊 周禄不光是我的合作伙伴 我现在在撮合他跟果果 如果他跟果果这个事情能成的话 对果果意义非凡 所以你给我懂事一点 有多远闪多远 把你那些不入流的东西全给我收回去 姐 你是说 周禄有可能成为我的三姐夫 周禄 周大管 你又琢磨什么呢 你又琢磨什么呢 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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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琢磨那个 张志同的那个小三啊 那简直是 太伟大了吧 太活雷锋了吧 姐 你也是 有远见 有眼光 如果周禄和果果要是真成了 他那车 他那身衣服啊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电车去吧 去 去 搬攒住这儿去 天天晃来晃去的 小心再进去 姐 再进去我也不怕 反正有个大姐夫呢 对了 现在还有周大宽 赶紧走 我忙着呢 真没劲 小姐 把账本拿来给我看看 他们两个如果能成的话 看 none 喂 hit 三姐 你什么时候出山呀 我想你了呗 对呀 我想请你吃个饭 不不 你先别挂 喂 喂 喂 姐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这没钱呀 我给点打车费 月 姐 果果和周禄进展到哪一步了呀 没有哪一步 第一天见面 那 那他们在哪儿见的呀 农村 农村 不是 姐 我觉得果果和周禄这件事吧 咱俩得配合 得强强联手 没错 咱们俩确确实实得配合 对 你要配合我躲得远远的 就是跟我最好的联手 不是 姐 你是个女人 你不知道男人想要的是什么 我当然知道男人最想要的是什么 每个男人都想要又大方 又忠诚 又能干 又能力 又能力 对对对对 对 姐 这个我承认 可是你想啊 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地去发现 是不是 可我们要的是 见第一面的时候 那种视觉冲击 你是做生意的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这个呀 要不然你干嘛花那么多钱装上门脸啊 是不是 我知道 我知道 相亲应该穿得漂漂亮亮的 但是你那个三姐从小到大 永远穿得随随便便的 我花了那么多钱给她置办的行动 她连看都不带看一眼的 你要是想让她穿上名牌 她就能从环保跟你谈到责任 从自信谈到文化 那小嘴巴巴巴巴说一上午都不带重样子的 姐 咱既然不能让她穿 咱就让她脱呗 说什么呢你 不是 姐 你先听我说完 说什么说 你那个脑子里天天都在想的什么呀 我严重怀疑你大学学的是什么 营销 我学的是营销啊 姐 我跟你说 这介绍对象就和营销一模一样 我就是想让谷谷把她的本钱 一下子就亮出来 你还说我还说我揍你啊 姐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你看啊 三姐平时打扮的她太保守了 其实三姐她身材挺好的 是不是 你看 要是把她放在游泳池里边 或者是温泉里边 你想想 你是说 对 姐 你看 咱俩还是得强强联手吧 是不是 来 好 老周啊 老周 这么早就到了 叫叔叔没有 下去吧 下去吧 伯伯呢 我刚才来之前给她打过电话 我不知道 我再去打电话催她一下啊 行 好 放这儿吧 哎呀 哎呀 哎 我跟你说啊 温泉加按摩 那舒服得不得了啊 来来来 我给您按 别别别别 没事 卢哥 这是我拿手绝活啊 而且咱们马上就要成一家人了是吧 这有什么呢 别客气 来来来来来 豆子 豆子 什么一家人 可别乱说了 不是 怎么不是啊 这不是很快就成一家人了吗 周总我跟你说啊 我们家呀 上一次在一块泡温泉 那是去年春节的时候 那个喝着花雕酒 吃着老爸做的青豆子 那叫一美呀 哎 周总 你什么时候入我们家呀 啊 这样我们大家就可以在一块热闹热闹了呀 豆子 这事得好好商量啊 喂 三小姐 你什么时候到呀 我们都已经到齐了 我来不了了今天 啊 不 耽误着给我打个电话 让我赶回去说有事情 那请假行不行啊 请不了假 哎 啊 亮姐 亮姐 你玩得高兴点啊 拜拜 周总 我想跟你谈谈 你跟果果的事情 大姐夫 哎呀 泡温泉 咱坦诚相见嘛 那个周总 你可能对果果不太了解 果果之前呢 谈过一次恋爱 大概谈了有十多年吧 后来因为第三者介入 哎 什么第三者呀 周总我跟你说啊 他们两个的感情啊 那已经他就产生了恋爱 你想啊 那果果在北京 思想开放 然后那个事业发展的又好 那男的自卑啊 他自己就撤退了 周总 咱 咱不管这个前世了啊 这重要的是现在 还有未来 你看你们俩 你是做餐馆的 是吧 他是做那个食品安全的 然后你有才 他有才 你说 这全天下 除了那个罗斯罗姆之外 就是你们两个最般配了呀 老周啊 这件事情呢 我想了想 我觉得大米啊 做的一点不太多的 哎 姐夫 那个什么 你过去陪洋药玩行不行 你看水那么深 你也不怕把它给淹着啊 那边是儿童区域 没危险的啊 你你你不走是吧 那周总 来 我们俩走 哎 等一下 怎么不妥当啊 这件事情呢 是这样的 你跟果果呢 要是成了 那当然是最好的 要是成不了 你们两个 分开就分开了 也许就不再见面了 但是大米不行啊 你们两个 是合作关系的 一边是他的亲妹妹 一边是他的合作伙伴 哎 他嫁得中间难受啊 不是啊 大姐夫 你不能因为怕自己吃亏 就不承认至美了 你不是一直给洋药当模范 咽穿身教吗 你不是一直视金钱如粪土吗 你看你看 暴露了吧 钱不钱不重要 我在乎的是大米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现在房家菜 是他一半的生命 而家庭是他另外的一半生命 这两边任何一个出问题 他都得崩溃 你别看他现在 说话底气十足的 其实他的身体啊 不行 稍微有点疯寒就得咳嗽 我是怕他身体吃不消 我这个做丈夫的呢 没什么本事 不能够在物质和事业上 给他帮助 我能做的呢 就是照顾好娘呀 给他做好后勤 尽量把一些风险呢 降到最低 所以 你跟果果这件事情呢 我希望 你能够慎重考虑 大姐夫 你太小看我大姐了吧 她是一女超人啊 连蟑螂和老鼠都不怕的女人 是没有什么可以打倒的呀 对了 谢谢你啊 你说的话 我会认真考虑的 那就好 周总 周总 走 那是你姐的 我姐的也没事啊 杨阳 杨阳 来 杨阳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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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路哥 你别大理我大姐夫啊 我跟你说啊 你看啊 他放着局场不当 放着冯家蔡不管 跑去当幼教 你可想而知 这个人脑子里边 存了多少水啊 哼 所以说呀 他心疼我大姐是假 啊 害怕在我爸面前失手 那才是真 我二姐夫已经够能干的了 如果你再进入我们家 那个 男幼儿教师 就实在是无地自容的呀 哎 哎 路哥 我们家呀 我跟我三姐最亲 我最了解他了 虽说你们俩的那个匹配度 是百分之九十八呀 天造地设 所以说呀 他今天没来呢 那肯定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要不然就是 我知道 欲擒故纵 杜子 谢谢你的分析啊 不过你大姐夫人不错 知道疼老吗 对对对 我 我我对我女朋友也特别好 改天介绍你认识啊 你等一会干嘛去啊 没事啊 走 换个衣服 跟我出去 玩去啊 走啊 好啊 哎 我爸 我爸 我大姐 我爸呢 我从小就看着他每天早出晚归的 那头发上全是油盐味 用什么洗发水都没有 你看他现在年纪还还不是很大吧 嗯 这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那动漫药 那全是让油盐给熏出来 你看我大姐啊 那那当初他开小饭馆的时候 那每天凌晨一点钟睡 要是赶上客人多的时候 就刚在前厅招呼一身客人 这马上就得跑到厚厨去炒菜 这一个礼拜就得扔一双鞋 也就赶上那个时候没钱买好鞋了 其实就算有钱啊 他也使不得买 你看我姐姐那穿的衣服啊 看上去还行吧 嗯 是吧 那全是让服务员在桃码上买的 那超过二百的他都不要 其实你大姐挺不容易的 有时候让人感觉也挺心疼的 谁说不是呢 你说那扶尿菜 都是他一点点撒下来的 那扩张店面 找好厨子 好服务员 他累呀 他真累 其实我也挺心疼他啊 我觉得他现在活得 一点乐趣都没有 你啊 就是没干这一行 你抵护不到这种乐趣 陆哥 我怎么认为 一切不以享乐为目的的赚钱 那都是手流氓啊 陆哥我问你啊 你说 市场经济靠什么粉 消费呀 吃喝玩乐呀 是吧 陆哥 我给你说什么来着 对 我做不了餐饮呀 你没干这一行 你还是不知真正了解餐饮 下午好 周总 这边请 今天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哪些方便的服务呢 新来两份套餐 好的 其他的活动一会儿再安排 好的 陆哥 这这么大的店怎么没什么人啊 这是会所啊 他们这有规定一次只能接到一帮客人 哪怕只有一个人 那 那他靠什么挣钱啊 看一下 我去 最低消费 一位 八千八百八十八 人民币 对 人民币 不是 陆哥你你 太客气了吧 怎么样 逗逗 餐饮做到这份上 有意思吗 其实你刚才说的是什么 是后厨 餐饮包括的范围是很大的 不是低头做饭那么简单 你看这个会所 除了餐厅 酒廊 健身房啊 美容媒体啊 还有排酒馆呢 瑜伽馆呢 和壁酒馆 他把饭节饭后的事 都给你安排得妥妥了 人生何酒啊 成功的男人 就得过这样的日子 豆豆 你真的太容易满足了 我想建一个 比这个会所还要高级的 到时候你姐也猜信了 他 不敢 我能不能也介入啊 我去做一个什么 策划经理 营销经理什么的 不行 怕你让我客户买房子 不是 我的店都让我大姐给收了 我还卖什么房子啊 而且我专业就是营销 怎么样 周总 陆哥 咱们又不是外人 是吧 豆豆 如果你愿意自成赴业的话 我答应你加入 不是 归大墙了还是怎么的 你们怎么都说这个呀 不是 陆哥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那么有钱 你去找个大厨还不容易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在这方面 我实在是没什么进步空间了 我跟你说啊 正因为你不是外人 我才找你的 你有那么一个大宝库 就算你学不了全部 你学个七八成啊 也够你吃一辈子的 你将来很可能会成为啊 餐饮界的一个传奇 陆哥 你什么意思啊 你要发好工资啊 你是做营销的 应该算得出来 花三年的辛苦 换来一生的幸福值呢 还是你这样虚毒光阴 成天无所事事值 陆哥 你说啊 要是我学也学了 苦也吃了醉也瘦了 这油盐把我脸也给毁了 然后我突然发现 我根本就不是这块料 根本就赚不着钱 你说怎么办 我给你一年的时间 如果你干不来的话 你可以转行了 而且我可以帮你啊 你 你 你怎么帮我啊 我跟你讲啊 就算这一年下来 你不是学餐饮这个料 我可以为你这一年卖的 陆哥 你的意思是说 你发我工资是吗 也可以这么理解 那 那 我要年薪十万 我给你十二万 那好啊 那那 说话算数啊 陆哥 看不出来啊 你 你对我姐还挺真心的呀 我跟你讲啊 你大姐是一个非常棒的女人 那当然 我大姐 大姐 不是 你 陆哥 你 你不会看上我大姐了吧 不是 不是 我不是投资冯家蔡吗 我是冯家蔡的投资人 你大姐是一个非常棒的管理者 我帮你 就是帮你大姐 帮你大姐就帮我呀 所以我才愿意买这个单 你指的是这个呀 你吓我一跳 那你指的 你说是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能有什么呀 是吧 我姐呢 二号包椒找个客人呢 二号包椒 嗯 小杨啊 小杨啊 嗯 我姐在里边吗 在呢 在呢 你 你给这个包椒送菜吗 对啊 来来来 给我给我给我 没事 你看吧 哎呦 这有什么呢 你真不行 这么就完了吗 哎呦 你真不行 我送完了 你给我吧你 不行 帮我把包拿着 啊 谢谢啊 上菜喽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 这道菜啊 叫做贵妃羊肉 贵妃羊肉 是佛里镇最好的羊肉 配上淮山药 这个季节吃呢 不山不腻 最补身体 当年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 百之不厌 来 陈总 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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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 好 啊 这什么 头发 咱们出来一根头 头发 头发 快 不好意思啊 陈总 这个 我们这个 新来的厨师 没戴帽子肯定是 到时候一会儿我说的 这样吧 这道菜今天免单了 另外呢 今天的酒水全部五折 再送陈先生一个 福寿三套龟 作为补偿 好不好 不就是一根头发吗 不至于啊 陈总 陈总 别介意啊 这个 这是我弟弟 今天人手实在不够 临时过来帮忙的 但也确确实实还没交好呢 各位别介意啊 哎呀 这样 今天的酒水全免单了 大家喝个痛快 好吧 我们点这么贵的菜 在乎的不是钱 你至于免单不免单呢 可以这样说 与我们没有一点意义 是吧 我们来这儿图的就是呢 服务好 吃得开心 吃得放心 但是现在这根头发 搞得我们都很不开心 你说怎么办吧 什么怎么办呀 啊 哎 您想怎么办呀 怎么着 哎哎 来 陈先生 这我弟弟啊 就是个孩子 还不懂事呢 别介意啊 这管子呢是我的 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这么着陈先生 今天呢 您过生日 您说了算 您说怎么办 咱们就怎么办 现在啊 我们很不开心 是啊 如果你们能够让我们开心 这事啊就了了 对对 不开心 这你们很不开心 那行 这样吧 既然大家来吃我们的淮州菜 我给大家唱一个淮州小调吧 好不好 你来 我 陈总 他不是淮州人 根本就不会唱 还是我来唱吧 好吧 我让他唱 你听不懂我的话 不是我大姐说话你听不懂啊 都说他不会唱了 你干嘛呀你 我唱行不行 我唱 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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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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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逞什么能啊你 出去 这房间我们包的 我让你冲他 出去 出去 对 出去 不是 我给大家唱陕北名歌 陕北名歌好吧 唱 提起家来家有名 家中随得三十里普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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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 今天呢我们陈总过生日 来 你陪陈总快一个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陈总 还是孩子呢 我喝我喝 我来喝我喝 我喝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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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别打别打 我喝还不行吗 毛毛 毛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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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吃点陈总 来来来来来 陈总快吃点 好好好 来来来来 这这这这这 立军啊 去倒杯风景水 放气浓一点啊 不是你缺心眼啊你啊 你逞什么能啊 没喝过 麻烦也不出去这么没出息吧 不是 你不知道自己酒精过敏 自己有胃病啊 你傻呀你 行了 那是难受呢 不是姐你 你这都招的什么人啊 一点脑子都不长 你没完啦没完啦 他为什么吐啊 为什么喝酒啊 为什么让人欺负啊 替谁扛事呢 不是你惹的祸啊 不是替你扛的 亏的毛毛 对我对你那么好 对我好 对我好什么呀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 你到冯家塞来 就是为了挑拨我 和我大姐之间的关系 你行了 出去吧出去吧 好话不会好好说 大米姐 大米姐 二楼包包让你过去接着唱 胖 我他妈给他唱哀怨 回来 我告诉你啊 冯小道 那屋的客人 你不许再去惹事了 那什么人你看不出来啊 那种人得罪不起 以后后患无穷 那饭馆还开不开了 找我忙不起 不是你说你怎么这么轻浮啊 你不知道服务行业有多乱多复杂啊 你说你要是真出点什么事 那 你爸你妈肯定又得找我大姐算账 是啊 我大姐开个饭馆容易啊 还不够应付你们家的呢 对了 你的视力范围不是在 倒窗那几张桌子吗 你今天跑包尖去干什么呀 看见有权有势的 就想帮大款是吧 对啊 我就是想帮大款 怎么了 你管得着吗 不是你 你看你自己那个样子啊 王王我告诉你 你原来还有那么一 一点点可爱的地方 现在半点不设 轻浮 对 我轻浮 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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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糜烂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笨豆子 但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 你这都管些事的人 比喝多了酒 还让我想吐 你 喂 萌萌 亲爱的 你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我在我大姐这儿 冯豆子 我要跟你结婚 结婚 你就说行不行吧 说话啊 姐 我说见你第一次的时候 我就想跟你结婚来着 对对对 没问题啊 我这两天就就安排你跟我大姐见面 好嘞 拜拜 来 不是 我 我要结婚了 这就是你上回见过那姑娘 装得特别漂亮 人家跟我求的婚 跟你说话 跟你说话 你回个话呀 恭喜你啊 好 乌恩 那我也祝你能早点嫁出去啊 我现在不跟你说了 我得去找萌萌 我得问问她这个婚礼打算怎么办 我去找别人来找萌萌 啊 谢谢 不需要 你去找萌萌 我去找萌萌 你回来找萌萌 你回来找萌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不去了 你们生意厂上的事我又不懂 再加上我也不喝酒 你们玩吧 别 嫂子 您看我都来了 我们老板特意让我来请您的 您说您要不去好像不太给面子吧 你看就在前面的福满楼 您去打个照面露个脸您就走人 这样老板也不会骂我 您别让我难做是不是 那行 那你在门口等我一下 我收拾收拾 好吗 成 我在门口等您 小老公 萌萌 你说你要么就一消失就好几天 你这突然出现就给我惊喜 你说结婚是逗我呢还是真的呀 怎么 您后悔了啊 后悔 王八蛋后悔 我跟你说 我家里呢给我惠来了一笔钱 也不算太多 有个几百万吧 几百万 你家也太有钱了吧 我在想啊 要不咱们就开一家饭馆呢 我都算过了 连装修带房租带故人 三四百万 正好 好才怪 来 王八蛋 来来来 坐 你坐吧 萌萌 你听我说啊 你能不能别想那些不切合实际的了 你想啊 我大姐就是开餐馆的 我太知道那有多不容易了 说到时候 你还想打扮 还想化妆 开玩笑 我跟你说 不出一个月你转成黄脸婆 萌萌 你说拿你那个钱 咱不如去干点别的 比如 弄弄房地产什么的 不知道 我的钱 我想干嘛就干嘛 行行行 那开 不过你 你说 你懂吗 你懂 我还没你懂呢 萌萌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我手头上边 有一套小产权的别墅 特别值 你用钱把这个别墅给买下来 我去学怎么开餐馆 我学成了之后 这房价也涨上来了 然后咱们把房子给卖了 再去开餐馆 这就叫投资 怎么样 咱俩结婚 倒是也需要有一套新房 对啊 行准了 那你陪我吃宵夜 好 服务员 好